各位晚安,我相信這裡在座很多的觀眾都有在Amazon買東西的經驗 尤其是如果你們住在英國,或者住在美國就有家,加拿大這些 很難避免在Amazon買東西,就算我也很難避免在Amazon買東西 但現在出現一個狀況,很多人在Amazon買東西都中伏 例如我本來想買一個USB-C的火牛 買USB-C的火牛,因為我會把大部份家的工具 改為標準是USB-C,用USB-C插頭 這是有考慮的,因為我的麥克風的充電器是USB-C 然後很多硬盤和音質的設備都是用USB-C 我當然要統一,我便開始淘汰USB-A的插頭 無違反,這是一個標準化管理的問題 例如我要買電線或火牛,我通常都一個規格過 我便買量大一點,我便盡可能爭取折扣 一般都這樣做 問題是USB-C的火牛,在德國便選擇不到 那結果在Amazon插頭 整天Amazon的問題是 你給那幾間中國公司 浪費到搜尋結果 你找來找去,只有那幾間中國公司 你找來找去,那些款式都是那些 我覺得很離譜 有些是,你不知道它有安全規格可不可以 因為火牛現在去到這麼高便力的 火牛燒就真的很嚴重 火牛現在不可以死 問題是,偏偏就是火牛 經常都是問題的來源 現在Amazon終於有一個得勝 就是將幾間 我叫做很煩的公司 最後一次過趕走 你問我這個趕走區 這個趕走區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第一 我想 大家都忍得這間公司很愛 其實如果這次出現的問題公司 其實是AUKEY AUKEY 我想 差不多在Amazon買過東西 你也知道這間公司的大量 它那些 列印在重要位置上 是令到我們很困擾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間公司是不行的 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 你又不知道為何Amazon 經常都把它的東西放在很前面 現在Amazon 你買不到東西 你的用戶經驗 體驗很差 最後 我的USB-C的火牛 是在哪裡買的 回去 德國的電器店買 回去Satun 我長年以來 老實說 我六七成的工具都來自Satun Satun Satun 是Media Mark 你在歐陸 你來都是Media Mark Satun 你時間選一間 其實都是那個集團 Satun和Media Mark 是同一個群組 Satun Media Mark 它以前是屬於METRO集團的 METRO後來就把電器業務拆分 就是Satun Media Mark 那個集團 METRO 我個人都知道 METRO 在歐洲哪個 Cash and Carry 那間 它類似做Costco那間 的超級市場 那個本身是德國的 它的採購總部是在香港的 香港沒有它的商店 但是香港有它的辦公室 它的辦公室很大 香港辦公室 很過癮 它有很多買賣的東西在香港 所以為什麼香港和 它總部是Dusseldorf 所以香港為什麼和德國 很多時候 那些人調來調去 其中的原因就是這個 而今次觸發Amazon 為什麼要取消 就是有幾間 就是Alt Key 就是AU Key EY的奸易 還有幾間 M-POW 幾間 那些中國電子公司 就是他們 那些人 用了中國的手法做生意 開始他們搞臭Amazon 我才 幸好Amazon 採取行動 不然它就會變成另一個EBAY 它就是 用一些假的 positiv review 推高自己的排名 那麼大量的假戶口和假交易 又是這些 混賤招數 那 Amazon和EBAY最不同的是什麼呢 EBAY那些人很混賤 我一向都不喜歡EBAY 現在是德國有時候 買東西 有時候是買一些舊的東西 我是迫於無懷用EBAY 有時候買二手東西 但是我在香港 因為我德國能夠開一個EBAY 但是我在香港不用EBAY EBAY那些人很偏幫中國 尤其是你做過EBAY售貸人 就知道 他偏幫中國也很重要的 他基本上就是那些中國人 覺得你是對手 他就堆在每一個商店 這幫人很混賤 就是EBAY做這些事情 所以沒事的 EBAY最後做臭了 在全世界 沒事的 你偏幫中國公司 但是Amazon就不是的 Amazon Amazon就應該感覺到 那些是假的交易 很多 那些 為什麼Amazon會感覺到 那些假交易 我覺得是不難感覺的 你假交易 你肯定是沒有 販物 那些販物一定是古人精怪的 很簡單的 那些事情 他們這些中國公司 很喜歡的販物是什麼 直接從中國販物出來 那你從中國販物出來 你自己從中國販物出來 那些假交易就很容易做 他肯定的 他肯定的 他肯定 就是Amazon 一咬 USPS 那些數據 都知道 那些不對 那些 而且 之前做 EExpress 加了價錢之後 他們做交易 是難了很多 因為以前 我為了衝高排名 因為有水要賺 就可以 那些EExpress交易 他很多時候是用那些 沒有 調查工人的 那些 EExpress 那些 他們通常都這樣玩 他們 那麼便宜 那些 幾元人仔 寄去 一些 沒有回頭的地址 那個地址 從頭到尾 是假的 或者你突然間收到 Amazon 那些奇怪的東西 那你就知道 你被中國人看中了 那些地址 做一些假的東西 就是突然 你試過 德國都試過 有人經常收到 Amazon 不知道哪裡 你是完全沒有 證據 那些東西 一拆出來的東西 是沒有流的空 或者不知道是甚麼 你永遠都不知道 試過 或者有些 可能有些是真的 但那些貨是不能用的 你都不敢用的 或者那些很流的 充電機 最後 原來是被人用來 衝高排名 現在就因為覺得 這是一個商業披詐 所以最後呢 沒事的 最後 掩蓋 掩蓋 Amazon 決定將這群人掩蓋 現在 它有個名單 仍然在這裏 搜尋 但你已經說 不適合 你加入濾鏡 你就見不到那些中國貨 你可以看到 中國人做生意 那種卑鄙無恥 搞爛個場 搞完 一檔又一檔 為什麽一些人說中國人做生意手法有問題 甚至用一些很激烈的用語 我免得在YouTube用這麽激烈的用語 很簡單 你 現在你中國就是 中國人沒事的 他先 他搞完 他走到哪裏 就搞完哪裏 以前就搞完eBay 但eBay以前 因為他貪圖那個佣金收入 結果又怎麽呢 就跟這班中國人合作 他去eBay以前有 中國有個辦公室的一班 那後來 那件事太噁心 eBay撤出了 eBay中國 那問題就是 之後 他eBay那班人 搬去加州 那班都是中國人看的 負責中國市場的 那些 結果 做臭了 現在沒事的 eBay就變了縮光 之後 就沒有了中國人 就乾淨了很多 我在德國至少 用eBay是乾淨了很多 你不會有那些奇靈怪狀 那些什麽美國 那些小伙子 買的東西 總之你去德國 就找回德國的買家 這樣就可以了 跟著那些交易方式 因為用回德國人 豪口 他亦都不強制你用PayPal 因為以前 就一定要貼著他PayPal 以前 現在就不用貼PayPal 現在不用貼PayPal 現在不用貼PayPal 現在好很多的 那些人買賣就正常回很多 至少 至少也不會說 那些什麽風險管理 那些 不斷動你 戶口 而解釋都沒有 上訴權利 完全沒有 他現在就不敢這樣做 但是 你的市場 但是 你已經很多 那些人少了 回到eBay買東西 已經少了很多 因為那些人覺得 你那個地方 不知道什麽東西 Amazon 就開始有這個問題 但是Amazon 因為始終Amazon 也是比較珍惜自己的 至少 還有Amazon 它有一個 Fulfillment的服務 它有一個Amazon Fulfillment 服務 其實它是鼓勵用它的倉 用它的Logistic System 那你很明顯 中國班人就不會用它的Logistic 那 你不用它的Logistic 你又搞了一堆假交易 然後它又沒有肉吃 那我也是你 大哥 你又搞了它的牆 這個其實就是 遲早 那些電子商貿 如果是中國人 最後是減不了 最後是鐵出電子商 全世界的電子商 全部都要除掉的 我覺得很正好 第一 電子東西 它可以用國家安全 或者用電器安全為理由 動力的 不止這件事 它還有其他東西 可以動力的 譬如你不符合 譬如你沒有Underwriter Laboratory 我可以不讓這些東西賣 或者譬如歐洲它難一點 那些人難賣一點 歐洲 因為歐洲它沒有電子廢物責任登記 因為你有責任你要將電子廢物回收 它班人很多都沒有 它可以用那個肉 它暫時還沒有用過那個位置 它遲早會用 第二 如果用國家安全 如果用環保 它還有一件事 我用電器安全 就是我用國家安全 譬如它那些電器產品 你可能有偵犯的嫌疑 如果被人刺破 它可以落架 這種殺雞取的方法 所以你說中國 經濟會不會好呢 我明天就會想說中國人口普查 我會說這件事 問題是我就不會 我就明天說 你問中國會不會玩完中國 當然會 中國也會 原因就是經濟 它那種做法很殺雞取的 其實它很簡單的中國 就是一群人一窩蜂 它不是想著長久經營一件事 它就是一窩蜂 人做它又做 它就是為何以本商人 做爛了一個場 做爛了一個場 之後就走了 你由中國人到葉普城 都是的 其實都是那個手法 總之就是做爛了一個場 如果你願意正正經做事的人 就會覺得很受傷害 甚至有一件更離譜的 近來就是 有一個美國人 就是做那些 美國的 那些 那些 老鼠陷阱 做得很厲害 這樣 它就發現它的影片 被一些中國人偷 都不僅止 中國人偷了那些設計 自己去Amazon 那一刻就很糟糕 那最後怎樣呢 他那些人就很糟糕 就是那些影片 加上一些水印 什麼 習近平是小紅衛藝 西藏自由 那些 那些 我甚至 我也有留言 說 不如加上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八個字 我馬上說 那些中國人 怎樣 連影片都不敢追 撲了 跑了 走不及 怕國安法拉了 中國人這種做生意的手法 很糟糕 你見到很多人 有些人有原創的事情 不敢做 原因就是什麼 我做了一件原創的事情 然後那些中國人 就一個麻煩你偷 你那些 由你宣傳的 公開材料到 你的設計 一個麻煩你全部偷了 那都可以 但是誰肯 創業 誰肯創新 這真的很離譜 你持續這樣做法 就是 沒事的 所有工 我告訴你 遲了三招 全世界 Amazon要幾個 我估計是第一招 第二招 我估計是日後 海關審查 你中國的貨 肯定很嚴重 連香港也有很大機會 現在 其實德國已經是 你中國寄來的事情 海關嚴重很多 看得很嚴重 你中國寄來的話 基本上 海關扣幾 即即即即使用 空油 扣幾 五日到十日 很嚴重 我們通常這樣 譬如 由日本寄來 德國 是最快的 基本上 日本寄來德國 是飛機問題 真的 飛機的班次 比較低 因為日本和歐洲的自由貿易協定 所以他就不查 那些貨 基本上 除非真是很嚴重的 維禁品 即是毒品 除非那些東西 真的不理 德國海關不是怎麼理 德國海關 你浪區兩三天 他就放走 放走你 香港已經看得很嚴重 香港通常 你幸運就是兩三天 不幸運就是五六天 一個星期 是很嚴重的 但是很少要你測試 但是中國那些 測試的機會就很大 沒什麼的 中國班就很糟糕 有一陣子 香港的東西寄來 德國都檢查很久 為什麼呢 中國班有用香港的朵來寄來 因為 用香港的朵來寄來 結果 那時候香港還是便宜 E Express 還是相對便宜 結果 香港又便宜又快 又騙到人 那就用香港 但是那陣子之後 香港的貨品 被人查 接著就是香港的郵政 大幅加 E Express 郵費 加得很厲害 加得很厲害 之後就沒事了 因為中國貴很多 貴過中國沒有肉吃 那些人被迫在中國寄回 但是我可以說 中國 如果這樣玩 分分鐘有些人 又是偷雞 又是香港的 扮香港人 扮香港公司 但是我猜今次不會上當 那他沒有什麼 扮其他公司 什麼日本 什麼 你幫人做得出來 什麼都做得出來 你聽得到 你講得出來 做得出來 我試過聽過 有些中國人意圖 走日本和韓國和歐盟 那個自由貿易的 那個協議的流動 想運一些東西 偷歸運來德國 那些人都醒來 馬上一個 麻煩你妨礙 你不要玩這些 賤到這樣都可以 你聽到什麼都可以 真是理會 老實說 中國如果你的廠 還是這樣做生意 你這個不是做世界工廠 你這個 是變成世界偷竊 天堂 我告訴你 全世界一定最後封死 最後就是 你打算正正當當賣東西 那些 你去回越南 那些設廠 越南那些機器 老實說 那些 因為越南那些 遲早都可能有些問題 但問題是 我猜過這麼早 譬如有些歐洲貨 譬如歐洲比較大的牌子 他把那些貨物已經在越南生產 因為越南有自由貿易協定 和歐盟 那些貨物不會扣得很久 那些貨物我直接 由廠航來 我都快 越南就是海關麻煩 他自己的海關麻煩 但是 好好實說 越南肯定比中國 在歐洲來講 而且因為他有自由貿易協定 他很多東西不測試 海關就真的看兩天 就往起兩天 就自動放 即是自動整張玻璃貼自己 就走 通常都是這樣 我們這些 在歐洲 住得外就知道 你中國人 現在沒有事情 做錯了 你做完 做錯 你做完一檔 又一檔 結果全世界不歡迎你 即是做電子商務 做這樣的話 中國人覺得自己扮可言 經常承認 這是最慘的 即是說 為何全世界不歡迎我們做生意 其實你們做生意 糟糕 你還要 今次對付那些 後面是大公司 後面有 那些中國大公司 那些中國大公司的這樣做生意 那些人是誰 所以 最後中國經濟行不行 中國經濟會不會 用回去做業 來找拯救 不好意思 不會 中國玩完了 你現在用到這些招 用這些招數 全世界以往不反華就算數 現在全世界反華的話 就說得 就隨時 如果Amazon打完一拳 接著就是世界各國的 郵政機構打完一拳 世界各國之後的郵政機構 打完一拳之後 就帶來 各國的海關打的一拳 打到你扁為止 這個就是現實 你不要當 Amazon變成淘寶 有時候 在Amazon買東西 最習慣過 那樣好像淘寶 給我的感覺 這件事 令到我很多時候 德國最後買東西 我真的去回 有時候買回牌子 好的牌子 甚至我 譬如我買鬧鐘 買收音機 我買舊收音機 我不要中國貨 EB 我看到那些二手收音機 德國做的 效果是不錯的 我寧願買那些 但我為什麼買中國貨 是因為 德國三十年前 製造的收音機 到今天都做得好 你們 你試一下中國製造的收音機 你三十年後 還能否做到 我很懷疑 說真的 有些人說 你這麼愛用 所以 那些廠製 問題就是 說真的 這麼愛用才還補 我想問 你現在還不得差補 你現在製造一大堆塑膠 垃圾 你用幾年就完 其實我不喜歡 你用幾年就完 但你那個價值在哪裡 譬如我現在拍這部 大家看過 我一年看影片 在我的影片 那部相機 那部相機 那部相機是第一代的 Alpha 7 Sony 泰國都製造的 那個是由2014年 配到我現在 1415左右 我記得 配到我現在 六七年 我是講求這種外用度 我追求這種外用度 你有六七年甚至十年的外用度 就是電話沒得說 有電話病毒 啊 軟件 OS 那些問題沒得說 但是如果你說相機 電器 那些 其實我是追求一個 長久的外用度 譬如你說 火牛 火牛我預計 用四五年貨仔 知道 問題現在不是 這群中國人 真的搞到一些 不環保就是這些 所以你問最後 大家會怎樣看中國 最後中國會怎樣 經濟會怎樣下場 又沒有內循環 現在電子商貿 現在做了臭檔 大家已經對付你的 E郵報 E Express 那些收費 現在Amazon 開始動手 Amazon動手 你去中國那些購物嗎 我知道做很多廣告 很混賤的廣告 我全部都禁止了 你中國人繼續這樣做生意 遲了真是神真鬼厭 這是一個民族的問題 但是這個民族不反省 沒有用的 日日都有五毛人上來 我再說多次 五毛夠膽出來 我便禁止你 我勸全世界都行這個政策 等你一班人自己打飛機 他們都是電子垃圾 今晚第二節說到第三節 我猜香港時間到1點半了